10月份期间,千万不要再来张家界了 自由行太贵,跟团游太累 如果您一定要来,那就准备一千块 其他的交给我就行了 到达张家界之后,住宿首选市区 价格便宜,小吃众多 用一份三下锅来开启张家界之旅 再合适不过 第二天,市区出发武林园 从标志门入园,乘坐摆龙天梯 记住一定要站在最里面玻璃的位置 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色 出电梯就到了袁家界 这里是阿凡达的取景地 山上第一站先打卡乾坤柱 天下低桥等著名景点 随后游览杨家界 这里山清水秀,风光如画 天然城墙就在眼前,特别震撼 最后乘环保车来到京边 吸过流水潺潺千层不染的碧水 呼吸天然空气 除了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张家界另一个标志的景区 就是天门山 乘坐28分钟所到 绝美的空中花园,尽收眼底 到达山顶后选择游玩西线 可以体验更多值得拍照 留念,打卡的景点 玻璃栈道,峡谷吊桥,天门山市 一路上惊喜不断 最后乘坐穿山扶梯下到天门洞 一定要走完999级台阶下到广场 在这里张扬天门洞 你才能够知道大自然到底有多神奇 第四站 芙蓉镇 元明王村 因牛小青和姜文的一部电影 芙蓉镇而得名 第五站 白雾笼罩的凤凰古城 晚上看灯火璀璨的夜景 这里也被称为不夜城 这样一圈玩下来 包吃包住包导游包用车包门票 人均只要一千多块就可以了 我是张扎姐小罗 想要了解更多旅游攻略 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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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